东京奥运会刚刚过去两年 记忆中一幕幕精彩瞬间依旧鲜明 可东京奥运会的讲台却已经褪色了 日前 皮华艇运动员郑鹏飞发文吐槽 自己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的银牌 仅仅放了两年就开始氧化 已经成了废铁 我这奥运会讲台放家里将近两年的时间 今天拿出来一看 就这样了 成废铁了 时间证明 这就是废品做的 国内随便一个比赛讲台的质量都比这个好 有谁想要的 也可能是我存放不当 就是论事 没有刻意针对谁 也是我家里为数不多 出现讲台氧化的情况 在郑鹏飞的微博下 有网友开玩笑地问道 虽然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哥们你当年得的是铁台吗 还有网友想起了浴火不坏的北京奥运会讲台 俄罗斯艺术体操运动员 他家里发生火灾 几乎全部物品都烧毁了 但2008年在中国拿的金牌还是好端端的 也有好心的网友为郑鹏飞出谋划策的 有网友建议巴黎奥运会再拿块金的吧 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滑艇1000米决赛中 郑鹏飞与刘浩搭档摘得银牌 中国皮滑艇队时隔13年在获奥运奖牌 其实 郑鹏飞并不是第一个 吐槽东京奥运会奖牌质量问题的运动员 2021年8月 就在东京奥运会刚结束不久 女子蹦床项目冠军朱雪莹就曾发文称 自己的奥运金牌掉皮 对此 东京奥组委曾回复称 剥落部分并非镀金 而是涂在奖牌表面的一层涂抹 目的是防止奖牌上出现细小滑痕 凹痕和污渍 起到保护作用 该涂抹本身材质决定 其不会永久附着在奖牌表面 即使表面涂抹包去 也不影响奖牌本身的质量 根据此前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奖牌 是由日本公众捐赠的 电子设备回收的材料制成的 据东京奥组委介绍 日本从2017年4月1日开始 耗时两年 在全国收集小家电和旧手机 从中提炼得纯金 纯银 以及铜 用于制作奥运奖牌 当时 东京奥组委 还特意提醒运动员们 本季奥运会奖牌不可实用 运动员没必要摇奖牌 这次事件也让不少网友回忆起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 金香玉 奖牌背面 镶嵌着取资中国古代 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 背面正中的金属图形上 镌刻着北京奥运会灰灰 由此 北京奥运会的金牌 在民间获得了金香玉的美称 相比于金属 奖牌上的玉璧显然更脆弱 设计团队认为 玉石后面直接就是金属 要让它掉在地上不碎 就必须将震动的波消除掉 那就只有在玉和金属之间 加上缓冲材料 缓冲材料过硬 金属硬碰硬 直接就会把力量用在玉上 如果过软 起不了缓冲的作用 为此 设计团队查阅了很多资料 咨询了不少专家 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2006年年底 跌落实验终于成功了 奖牌上的玉石没有碎 国际奥委会支委会 在奖牌设计方案确认函中 称赞到北京奥运会奖牌 将被证明是一件艺术品 它们高贵 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 其实 不论是金香玉 还是其他跟奥运相关的设计 都是一次向世界展现民族文化的机会 也不论2008年的北京 还是东京 都是增进运动员友谊 增强人民交流的机会 奥运传承格外奇妙 每一个四年周期 都像是一段纽带 将我们带入心底那些 独属于自己的奥运回忆 期待不久后的巴黎奥运会 一切顺利 正如2008年的北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